来看到新北市永和仁爱公园内新增了保安城堡共荣特色公园 公所是以全年龄共荣为概念 分区设置了儿童沙坑、中壮年健身以及长者体健设施 让全年龄在公园里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休闲设备 永和区公所以分林分区为概念 在仁爱公园保安路册打造保安城堡共荣特色公园 有专为长者设计的体健区、青壮年的健身区 以及儿少专门的沙坑区 这个地方很宽 然后玩沙玩完了小孩子就可以随便玩 玩了刚刚介绍那边还可以洗手 这个就是对小孩子玩了就很方便就很安全 你看这些沙其实它叠了就是像不太会走路的娃娃 叠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而且它可以尽情的玩沙 对很好很好 保安城堡有适合高龄长者肩部、腰部活动的体健设施 还有适合轮椅族群的五障碍运动场 中壮年则有导入核心、双杠、狐林 各式在健身房内才看得到的健身设备 现在在公园就难免费使用 平常来这里的话就只有去那个走道 那个远的那个步道 那现在多了这项设施 我们大概会常常来这里走走路 然后动动这些器材这样 就是跟免费健身房一样 你健身房还在那个密闭空间 空气又不好 那我在这里的话多新鲜 又阳光又充足 现在我们很需要的就是维他命D 所以阳光越充足越好 这几年市府陆续编列三千多万元 改造费用在仁爱公园内 增添了三十多项设施 为市民打造更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公所在这边 就是整个是以全民化的一个 共农公园来做规划 那希望让所有的那个市民朋友 在这个公园里面可以找他适合 游玩的一个方式跟场所 所以我欢迎大家 一起来永和玩公园 那当然最后我也在这边 做一个提醒 就是说市民朋友到公园来玩设施 一定要详阅里面的一个使用说明 以及衡量自己的一个体力 避免这样的一个受伤 仁爱公园是永和区内难得的绿地 公所以最少破坏的方式 增设公园设施 让各年龄层民众 能一起运动游玩 共享仁爱公园自然美景